大家好,老周今天准备去丽江 然后去接猫猫啊 然后我们已经约好地方了 现在去接他 嗨猫猫,让你久等了 你真会约,约在这个停车场 我也好停车,然后接你 昨天你走了以后啊 海鸥就飞起来了 真的吗 对,我发现我印记特别好 然后今天我想把这个印记也带给你 昨天你没有感到这个好印记 那是我的印记不好咯 没有,一样的,我带给你一样的 走上车吧 好的 坐好了吗,妈妈 你那个导航一下到你的客栈 好的 我们就直接出发了啊 你刚好在车上睡一觉就到了 很快的 好的 猫猫猫猫 睡觉了吗 嗯 我们现在到服务区了 你快去上个厕所 然后我给你买甜蜜蜜的饮料 甜蜜蜜的饮料 谢谢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没事 你看你要喝哪个饮料 哇哦 水蜜蜜的给你吧 天呐 美丽一摊你太甜蜜了吧 然后这个是路上肚子饿了吃的巧克力饼蛋 哎,我喜欢吃这个 还有看老家 啊,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好,我们走吧 谢谢 老钟 啊 你上一次去丽江是什么时候啊 我上一次去丽江应该是五年前了 五年前那你还记得来丽江去了哪些地方吗 我当时来丽江的时候就去一个朋友的客栈住了一晚 然后我就直奔 旅奔村了 因为当时就想去徒步旅行嘛 那有没有留下什么不得了的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不得了的回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身上的贵人 然后开启了我潘多拉的魔盒 然后因为他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我就看到了一个人 他什么也不用干 整天在旅游 所以我就冒昧的问了他 然后他带我玩了一次 从此我就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那希望这一次来丽江 我也希望你能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感觉这个回忆可能前天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了 我觉得这一次一定会给我留下更难忘的回忆吧 好 说我客栈就在前面了 啊 终于到 太美了 你的客栈巨蛋在这么美的地方 对啊 在我们丽江古城的五一街祖街上面 万一我不想走了怎么办 那就留下来啊 好 就到了哟 过来 哇 这条汉行太漂亮了 丽江就是这样子一年四季如春 到处都是有框花草草 难怪你会定下来在这里了 这里就是我的客栈咯 哇 网封别院 对啊 有点实情画意啊 这个名字起的 进来 就比较温馨的一个小院子 总共也就六间房 我平时也就是接待一些朋友啊 还有一些远方来的一些喜欢旅行的人 哇 这个木材是不是金丝楠木有点像啊 比较复古一点的 哇 能带我参观一下吗 可以啊 这边有 这边是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的 就是比较那种简约一些 然后一些比较温馨的风格 老周我带你上来看一下 好 上面可以看到丽江古城的全景 哇 好的 老周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阿罗的一个观景台 我的天呀 这里怕是整个丽江古城 最美的一个观景台了吧 今天的这个天 就是阳光从这个无影像搂下来啊 就像我的心情一样 有了一缕阳光 非常的美好 此情此景 对 其实这里的话 每一天的景色都不一样 四季变幻 但是我依然在丽江 对 但是我感觉今天挺特别的 那冒冒 今天也把你送回来了 老周的话就走了 趁着天还没黑 啊 你要走啊 我房间都给你留好了 不用客气的 现在下雨了老周 不要走了 就在我民宿住一晚吧 哇 好像真的下雨了呀 对啊 丽江的天气云南十八怪 天气最奇怪 看来老天爷是 刻意让我留下来的感觉 但是我记得你说过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故事 换一个房间 因为我老周也不想摆在你这里住 哦 对对对对 那你既然要用故事换的话 那我就要看你的故事值不值哟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一定值 好吧 那就让我听一下 好 有一个男人 他在大理 他准备开车去古城的时候 然后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姑娘 拿着一个手骨 搭他的车 当时他不知道为啥 他第一次给女孩子搭车 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然后这个女孩子进来以后 就给他唱了两首歌 打了手骨 当时就让这个男人的内心 感到无比的喜悦 出来这个男人邀约 这个姑娘一起共进晚餐 交堂中男人发现 姑娘和他一样 也是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并且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这个男人很想进一步加深 了解这个姑娘 然后第二天还厚着脸皮 一起和他去俄海边去玩 一起骑自行车 一起上美景 一起喝咖啡 这个姑娘和男人讨论了 旅行给自己带来的意义和改变 男人此刻也明白了 这个姑娘和她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个男人对这个姑娘心生好感 于是得知这个姑娘 马上要回丽江的时候 于是这个男人撒了一个谎 其实这个男人并没有朋友 邀约他来丽江 他只是想多陪这个姑娘一程 所以他就送了这个姑娘 来到了丽江 从大理到丽江的车程是两个小时 男人和这个姑娘有说不完的话 一路上姑娘也笑得特别的甜美 男人心里是多么希望 时间就停留在路上 永远都不要抵达终点 因为他明白 一旦抵达了终点 也将面临分别 可是时间匆匆 总是过得飞快 感觉都没多大一会儿 就来到了这个姑娘的客栈 走进这个客栈以后 这个男人此刻终于明白了 这个姑娘为什么会选择了丽江 停留在了丽江 这个故事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 对这个故事不但熟悉 而且和我们很接近 你觉得这个故事值不值一个房间 那我要给这个故事加一个名字 可以的 你要加什么名字呢 名字就叫缘分在路上 哇 好名字 那我今晚就不客气 留在这里住一宿了啊 当然咯 刚好我们今天院子里包饺子吃 你先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我们饺子包好了 我教你 好的好的 那你快先去忙吧老板娘 好的 来老周吃饺子 哇 这是你包的吗 对 看起来就好有食欲 然后这个是涨水 好的 老周你今天就住这间房间了 哦 这个房间好暖呀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轻易简约 然后比较温馨的风格 哇 我特别喜欢这个顶 我特别喜欢三角顶 对 关键是这是一个观景房 哦 就能看到古城的景色 好的 哇 网上我可以看到这里发呆呢 嗯 老周那你今天就好好休息哦 好的 明天我带你去逛一下丽江古城 然后让你找一找在丽江的回忆 好的好的 今天辛苦你了 晚安 晚安 明天和猫猫 逛完古城的话 老周也要离开这里了 哎 老周 啊 晚上带你去我们的酒吧 去感受一下适合远方 好的好的 没问题 我刚好 没事 拜拜 拜拜 明月破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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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作词作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